摆个pose 配合沈赫 他老是重复 这个龙 中华人说龙的传人 因为他曾经也说的是图腾 各种的 鹿角 鱼鳞 虎爪 有五个爪的 有三个爪的 皇帝只能有五个爪的 其他人不配用 包括神体 马头 自己去查 虚金 凤也是很多个羊 那这个龙 就算重新存在过 神兽时代 但是现在还有原见的 那都是自古说凤凰来仪 能见到凤凰的人 现在也有纪录片 也有这个亲身经历 那就是很多都是 他在城市里很少出现 我们就是见不到 就在山啊 就山什么东西 村庄 就很少戏 这个黄无人眼里 自古说 孔子说 凤凰来仪 凤落其山 这些都是文化 这个大的复兴的 好的征兆 等等 包括你看到 就算你看到 只是一个云彩像 你也是 我们就把它议会成 中国人都是好的征兆 这些我们在讲 这叫天垂像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 这个龙 我们讲这个星宿啊 中国人把它这种划分 当初是什么大的智慧 就把它这样分成东南西北 然后 不是说像西方那样 所谓的这个星座连线 乱连 然后就是 也对人 他不产生什么实际作用 除了这个黄道十二宫 我们会再说 其他的星座 他就画小人一样 就是小孩 三岁小孩 忙完干的事 而中国这个 就是说龙抬头 二月二指的是阴历 二月初二 他这个就是东方青龙西秀 上升到地平线 我们能看到 第一代为起点 中原 中原地带 所有的星象 所有的我们总结的二十四节系 都是以这个中原为这个 当然再仔细呢 可能是洛阳啊 就是大概这样 曾经的这种 所谓世界的中心 我们分这个大九州嘛 大九州小九州 中国分为九州 然后大九州是全世界 就是各大版图 就是 你不管他怎么飘移 就是他这个方位的一个整体的划分 就是 就是这样的 以这个为终点 画九州 这叫九州分野 我们也有机会再说 就是说这个龙 它代表抗 就是说 你看 脚抗脂肪心尾肌 脚抗底 底肪心尾肌 脂 不好意思 他这个 就是 这个 这个东方这些星星 一个星带 就是象征的 这是一个龙的形状 画出来也很像 他就对应很多事 所有的我们都说 天体能量嘛 包括占星啊 什么八字啊 都是从这个 这样来的 我们再说 所有的这命数 包括算卦 都是一样 星相簿 命相簿 就这些 能改变吗 那你就 通过山跟一了 一 它可以调理 当然你要配合的东西 那山的更厉害 是 自造乾坤 其死归生 见没见 不在命数里 一般人没有这样的缘分 就是 哪怕你看我自己家人 有些东西 怎么说都说不通 就不信 也没有那种见闻 亲神体悟 他是不敢想象 三纪人 孔子说三纪人 下重不可语兵 就是冬天 他到冬天 那就没了 你就只能知道生前的这些东西 他就认为一年就三纪 没有第四个季节 所以说跟谁说不通的时候 心里就想三纪人 就不要再说了 孔子就说 你跟这种人 你就三个季